大家现在主要是一个影后谈 我们就是香港短片新里程,我们叫做NAE这个计划的一个放映 刚才大家已经看了节目2,节目2里面有10部短片 几种类型都有,有剧情,有记录,有动画 今天我们有5个导演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作品去外国参加影展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作品制作场的一些经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说的,我觉得 但是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时间其实不是这么多 所以我们一人说一些,我觉得其实我最想听,如果我作为一个观众 我最想听的可能是作品本身的制作上的一些资料 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呢,其实是一个一个NAE的计划 NAE其实是搞了很多年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是保重的,不是保重的,其实是赞助大家去鼓励大家 一些在香港的短片作品可以去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参展 当然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是一个作品上的交流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标准来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最难得的就是导演可以带上他的作品去到一个可能 完全是很陌生的地方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要拍展,很多都要拍展 有些地方你可能这一生都不会去的,无端端 有这样的机会你可以去到 那当然我们这次就不是山卡拉的地方 大家主要都是去法国,这次 Kleman这个很资深的一个影展 那或者,基本的东西,我说一下 我想听一下你,比如说,大家都出过 都出过国的,你叫做 最难得的收获你觉得是什么呢? 比如最近一次的旅程 因为有些导演可能去过很多地方 我相信 那林死玲先说吧,林死玲 林死玲,你先去过多少个影展 你去过多少个影展 我其实今次在二月初 能够去到法国Kleman的一个短片的影展 其实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来的 因为我本身,我妈妈这个纪录片 其实也是我和另外两位导演的第一个作品 我们都是因为学习,做一份功课 而有这个制成品 有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能够,像你刚才所说的 带一个作品去到法国 做一个放映 然后可以问观众的意见 他们又很不认识 真的会愿意 首先,我很欣赏原来 当地搞影展的文化令我很大开眼界 我没有想过,我要看一部电影 我要付出排队的时间 我有几部电影 我看了一本很厚的纪录 纪录,原来已经分了很多纪录 有些我没有想过 原来农业也是一个短片的界别 当我想看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排队 半至九个字 我基本上是不能进去 因为当地的法国人 是非常热爱电影 他们愿意去给钱买票 进去看,全都爆了 所以是要付出的 就算完结了之后 他们也很愿意留下 和导演去聊天 所以我觉得 这件事比我的印象很深刻 还有当地的 无论是他的书店 我刚才转了一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也是在法国拍的一张照片 那个放映的其中一个主会场 他对面有一间书店 他会有很多的poster 甚至连交通交汇处 无论是食肆或超市 都将贴了这些海报 原来是一个很社区 很完整的体验 我相信你的作品 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难消化 我想对那边的观众来说 是不是呢 但是会不会有些什么 挑战一点点的问题 或者有些什么 他们会特别想知道的 透过你的作品 我接触过 我把观众分为两批 一批就是连长一些 甚至有一个白头发的婆婆 我看完之后 就是给我回应 我看过 是的 他是一个老人家 是一个法国人 他看到 我觉得很有趣 是因为一个法国的长者 老人家 女性 看到妈妈 他的感觉是 他不知道原来 原来 原来香港老人家 生活环境大概会是这样 当然很多不形态 我妈妈是其中一种 或者是 原来有新年节兴 是会做什么国仔 有很多不同的步骤 他觉得很有趣 一个很精灵活潑的老人家 在他印象里面 当然 我妈妈在拍摄之后 那一年过生 他也觉得 他也觉得有点疼的 这个是他的感觉 但是另一批观众 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年轻的一批 就会觉得 整条片给他的感觉 很疼的 或者是 有些观众都会觉得 我不明白 可能不是香港人 他不明白 为何最后会是一张 不停焦点在一张照片 我也可以 慢慢跟他们 做这些不同类型的 内容上的交流 或者是 他们对于我 第一次拍摄 纪录片 因为是三个导演 那个过程 如何去 这么多生活的片段 但又不用任何Vo 的情况之下 去组织一个影片 也有这样的机会 跟一些可能讀 跟电影的同学 去聊天 嗯 明白 我相信 纪录片 有个好处 就是真的可以 令到一些不同地方的观众 去了解一个 一个完全 可能他们永远 会去到地方的人的生活 或者一些 可能很简单的 就是生活环境 那间屋 都很有香港特色的 其实 法国人 真是 想象不到 没错 想象不到 明白 现在都可以听到 第二个客人 api 闫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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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下你的赤手 譬如電影發展基金就知道了我去韓國那個奇幻電影節 上了一個關於Pitching的課程 就在那裡大家都有看過一下對方的短片 跟著最難得就是 我想譬如我已經拍了幾個短片可能有機會會想去拍長片 拍長片就不是一個比較小的預算可以做到的 於是就有很多Pitching的課程 你看到究竟Pitching本身的圖案是怎樣的 人家會怎樣想Pitching 還有挺有趣的就是會有人因為來不了那個場合 而是會錄影自己的Pitching 是就做事 因為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但是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他們不是真的給你感覺這麼差 這麼有距離感 嗯 很明顯是因為譬如他故事的內容很實正的話 其實他也是找一個途徑去說多一次 希望吸引到資金這樣 沒錯沒錯 這個 我想最主要是現在 尤其這個疫情之後 譬如更加看到那個電影的趨勢 或者那樣東西不是叫電影的了 即未必一定要在戲院看的東西 才可以在一些電影節上 Pitch 有很多譬如Netflix Apple Plus Amazon Prime 那些 其實他們都開始在這些市場上 找一些項目 可能本來是Future Film 他可以發展到一個限制系列 這樣 那這個對我都很大看法 因為以前經常覺得 你是不是可能想做導演的終點 就是把你的電影放在一個大人幕呢 但是譬如 經過今時今日 譬如我很想看 Christopher Lowland Tenet的 嗯 我也不知道他等到什麼時候 那我就 我又會自己想 那我今時今日拍戲 是不是一定要在大人幕那裡 那些東西才叫 拍戲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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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嗯 那都對的 影像創作其實就 現在來講 真的沒有什麼界限 可以這麼說 那當然大人幕有大人幕的看法 那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不過你說到是很多東西都 轉了做online 這個是真是一個 在今次疫情之下最大的一個影響 就是很多東西 你想像不到 是以前是 就是每次都用online來做 但是現在真的轉了 因為整個市場 就是趨向是這樣子 是無可避免 那 幸好 其實今年 就是 譬如說 大家去到法國已經很難得 因為真的 我想如果是三月的話 已經不用去 就是二月已經很穩 就是 就是今年的ansy 或者什麼 很多都是二月全部搞定了 你跟著就去不了 還有 到現在 我們都不知道 接下來 什麼時候才可以 可以再 進行以前的事情 我們真的想像不到 因為全世界的事情正在發生 所以有些改變是一定要的 那當然 幸好 大家可以去到 就是 不同的地方 真的去到那個環境 去接觸一些不同的觀眾 那當然是另一個 另一個感受來的 那或者 尚文 你之前去過 有沒有去過其他影展呢? 除了韓國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 譬如 以色列 意大利 可以說是意大利的 烏丁尼 那個電影 烏丁尼 我想那個算是 叫做比較 沒有那麼 arty pop的電影節 應該這樣說 他本身 我覺得他其實是 像一個遠東的電影節 比較多 就是他很喜歡選 港產片 台灣戲 中國大陸的戲 在那裡上映 那樣 那個感受是 很不同的 就是 那 那一年 就是那一年 是我的畢業作品過了 那 我本身是讀電影的 就是 懶是惹看很多那些 藝術電影 自己想拍一些藝術電影 但是有半桶水 那 那接著 我最記得 去到他 播我之前 有一個 是播 當年的戲 是播 杜汶澤演那套 《豪情》 《豪情》 是啊 是啊 那 那接著 我自己 都 我自己都不是 就是 他是一套笑片 鄉厭一點的戲 但是 有一些我不是很懂得笑的 但是那些意大利人 不懂得廣東話 但是他們會不斷笑的 嗯 就是他們好像很明白了 他們裡面的設計 嗯 然後看我那套 就是假裝是文藝的戲 他們又會看到 好像很投入 很感動 那可能那些觀眾 有些不同的 嗯 但是就 那個電影節就是 是 我的感覺是 他是 他是 多一些 那種電影節 嗯 嗯 他的 他的交流 不會真的很多的 嗯 但是都會有人 會走來問我 咦 那你這部短片 用了多少錢去拍啊 有什麼困難 都有些這樣的交流 這樣 嗯 你會發覺其實 大家的 struggle 都是一樣的 是 是 其實 就是永遠都是 可能只有一個 很困難的預算 去拍 去拍一個戲 但是 就是當我們經常嚴少的時候 你看到其他人的短片好 你就覺得其實永遠 在一個前期 你要計劃很多東西 或者你在一個劇本那裡 要play smart 就是你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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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這樣 效果好一點 如果多些錢就好 但是其實我覺得 比如這個時代 我們現在都拿著 比如我也在用一個iPhone 可以做到這樣的開會 其實iPhone已經可以拍到一套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很多時候都啟發到我 其實都是一個媒體的問題 是不是局限於我們還要管那些器材啊 嗯 要多少個人一條旅程去拍攝 尤其我是讀電影畢業的 以前是要分很多部份 找很多不同的人 弄到現場才像拍攝 嗯 但是譬如我最新赤製一條短片 啊 我自己是 我自己劇本啦 我導演啦 我自己攝影 我自己剪接 我自己做配樂的 嗯 嗯 當然那個效果不是真的很好 但是那個反而是製作上的 那些行程出現了問題 有很多事情我要急就張 但是其實我就是 難得一個機會有這個預算 我就是想試一下 如何用一個比較小型的方法去拍短片 嗯 還有是不是一定要別人說這樣才叫短片 就是短片 就是我也想試一個 iPhone可以做到的極限是怎樣 這些都是我去影展交流的時候 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嗯 沒錯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有作品先走 你講什麼都沒用 最重要就是說 你就算只有一個電話在手 那你還是要做一個作品出來 你才是 再講你之後怎樣去面對觀眾 或者那個作品去什麼影展 注意到你沒有作品的話 你什麼都不用說了 我覺得 所以最重要還是要 真的要有想頭 有創作的意欲 就盡量去發揮出來 這樣 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 那或者 接著到 看看 Alan Alan講一下 你 你的經驗 你去了法國的都是 是啊 是啊 那 未來蓋式就是 我第一次自己的導演作品 可以去到一個影展 那麼 再年輕一點點的時候 經常都幫朋友拍攝仙浪潮 等等 其實都一起跟去外國的影展 去過一些比較偏遠的 譬如日本即將影展 很特別的一個題材 大家一起看一些很混淆的製作 就是 日本特色很低預算的 巨型機械人特設 怪獸 就是強姦喪屍 很亂七八糟的一個題材 他們可以特色地搞一個影展 但是這次去Camon 就是一個比較巨型 比較聯繫 就是包羅萬有的一個影展 以及都是很成熟的 你看到他們那個 我們去一個城 那它是有一種感覺 是很 啊 這裡是一個退休都市 就是 他們 年輕的人 不在這個地方 就是 我們這三十幾歲 彈弓啊 就是撞到那些人不在 很多都是比較年長 就是四十歲以上 還有 小孩子 那原來他們是 就是 整個中學生 那些人就去排隊看電影 那些老人家 又一班人排隊看電影 就是好像小玲說的 是 你不付出九個字以上去排隊 基本上你看不到那個影展那些戲 那個文化是 那個感受很深 就是 他們這麼喜歡看的 就是這麼享受一個畫面的藝術 是 嘩 如果香港是這樣就好了 都是一個這麼小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城鎮仔而已 它已經有這麼多人看電影 如果香港有這麼多人衝出來看電影 就正了 其實我都做了電影好一段時間 我好像都入了行做剪接師都六至七年 那我也覺得港產片是比較疲弱的 現在這個狀態是 真的謝謝藝法局和CREATE HONG KONG 一直都有不同的項目 例如NAE 首部劇情 和CREATE HONG KONG 和CREATE HONG KONG 不斷地推出來 我們才 即是新導演是比較容易拿到資金去拍攝 嗯 剛才上文說的就是 即是 即是 用一些細工具去拍攝 其實就是 我當初 入行之前 我也是在經歷這些事情 然後慢慢做 又習慣了一個很大型的工具製作 所以你看到我的作品其實都是 即是傾向一個大型工具製作 即是有很多美術 是是 有很多攝影的器材 是的 我自己寫劇本 自己做後期 自己做色 這樣 即是 都又是反思這個問題 其實我是不是真的要花這麼多錢才拍到這個東西呢 那我最後是都爆了筆的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十九萬多的製作 創家作 沒錯 創家作專業組的一個資金 跟一個藝人 即是我們就夾了唐兄妹 組合去教訓這個專業組 最後由五組的專業組 是可以脫穎而出去拿到資金拍 嗯 是 反應怎樣呢 反應 應該容易消化的 但是又是屬於 是屬於容易消化鏡 因為都針對那個比賽是一個比較老闆的 操練 還有其實主要目的是幫藝人去銷售他們的 或者有些商業上面的考慮 就是比較商業性的比賽之餘 例如想在裏面做自己想玩的東西 我想玩一個好像 Back to the future 這樣的故事 嗯 所以就在那個比賽裏面都有不差的成績 但是呢反而去影展就比較疲弱了 又是 哈哈哈哈 因為不夠藝術 太商業考慮了 嗯 暫時都有三個影展收了我的短片 但是都發生不了 又去不了 又 呃 就是camon這個我們都差點回來 哈哈哈哈 我記得 林宗幻角那個 Roman 那班機器被人cancel了兩次 哈哈哈哈 昨天都說走了 咦你還在這裡呢 咦 跟著他說今早又再回答一班 咦下午你還在這裡 哈哈哈哈 很擔心回不來被人cancel了飛機 嗯 嗯 這些經驗就是 沒有什麼可的了 這些 沒有什麼可的了 這些是比賽的經驗來的了 觀眾反應挺特別的 我也覺得 我也沒試過有這麼多 大家溝通不了的人 在這裡圍著我聊天 其實就 因為你都知道法國人 都不是大部分人 都普遍比日本好的 英文都比較差的 但是都比日本好很多的了 一堆法國的 他們都是拍戲的人 圍住了 我就一起去討論 關於電影裡面的東西 嗯 有些比較敏感的東西 我放了在電影裡面 很多觀眾應該都未必懂得到的 但是原來他們都會問這些問題 是的 嗯 其實挺好的 如果你不在這裡 他們就問到這些問題 他們問不到 其實為什麼 你 好像 我聽那個廣東話 為什麼無緣無故 電腦要跟我講普通話的呢 原來他們認識的 他們認識分的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那或者 李偉誠說一下 說一下 說一下 說一下你的影戰經驗 Turn off Turn off的反應怎麼樣 其實我想知道 Turn off的反應 嗯 嗯 應該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反應 哈哈 哈哈 你認識 這個 都很常發生在我自己的作品裡 因為我做的事情都比較實驗性 自我一點 玩東西一點 嗯 嗯 那就 所以 真是好看緣分 我記得 這段影片 首映是在香港的一個舞蹈電影節來的 是 那我那段影片呢 就是 拍我和我弟弟 我弟弟是一個現代舞的舞者 是 那我就是拍開紀錄片的 那就 有一次他有個空檔 那就 我們兩兄弟就不如說 在那個舞蹈室裡面 拍東西 那樣 那就開始了這件事 那 都很即興地去做的 沒有什麼計劃 就是他又很即興地跳 又很即興地拍 那 就 就 是 所以第一次在香港一個舞蹈電影 接播的時候 因為 現場很多都是舞者 或者是做 跟舞蹈影像有關的人 嗯 那 那 有些 位 我沒有預期到的 他們有些反應就是 就是 就是會笑場 就是一開始 就是我弟弟不停 在那邊關機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笑 那我都 我覺得那個不是笑位來的 那為什麼會有些笑聲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 我就很享受這種 就是這種影響 很 就是 你 估計不到的東西 那 我覺得 嗯 嗯 嗯 其實挺好的 就是純粹的 dance的documentary 我們可能看得很多 那 其實是用另一個方法去 去 去 去拍的 可能 真的要得到一些不同的效果 可能 李慧成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嗯 那都去了很多影線 你之前 你拍開紀錄片 都去了很多地方 之前的片 是不是 嗯 其實 這條dance film 是挺有趣的 嗯 它是 叫做 比我的那些紀錄片 去得遠一點 是啊 這條片 去過 那條片 就是很古靈精怪 那 結果 都是會去一些很古靈精怪的地方 譬如去過伊朗一個影展 跟著 去過 這個 巴西的一個影展 嗯 是啊 所以都是一些 我不會預期到的一個地方 這樣 你有沒有跟上去的? 你有沒有跟上去? 嗯 嗯 沒有啊 因為 因為剛剛 啊 那時候 我有些事 所以就 去不了了 所以我也覺得很可惜 好像剛才 很多地方 如果有時候 不是那些影展 我不會想到 我要去阿根廷 或者我要去 伊朗 這樣 嗯 所以 是很有趣的 好像跟著這條片去旅行 是的 當然 我自己一直看這個計劃 最 最大的得場 我相信就是 你可以有一個旅行的機會 當然是帶來的作品 但是 至於說 我們很期待的 經常說 所謂的 觀眾的反應 或者是 在投資者 找不找到 一些 在商業上 有些合作 那些 當然 真的要撞彩 就是 像 上文說 就是 你夾的 有很多是緣分 或者很難說 有些強求 但是我想 最簡單的 就是你一定得到的 就是一個旅行的機會 就是 可以見到一個 一個不同的 完全陌生的環境 認識到一些不同的人 或者可能認識到一些朋友 吃到一些 不同的食物 至於 創作上 我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就是 某些人可能 喜歡在自己 那個 熟悉的環境裏面 創作 但是有些人可能 去到一個 完全不同 就是陌生的環境 可能給了很多 創作上的靈感 他都不一定的 那這些我們就 就是 就是 看看人是怎樣 我覺得 不過 anyway 是好事 或者 Eric 講一下你的影片 Eric 嗨 聽到嗎 聽到 OK 我就 我 14年第一次去拍《戰記》 然後 因為我除了是一個導演 我也是一個研究獨立電影的人 所以我就 從14年開始 每年都會去一些拍《戰記》 所以我 NAE就支持了 我剛剛查了 我去過八次 就是NAE的資助 是 謝謝他 給了很多女費 可以 是 有 是 是 去過 去過 美國 去過 意大利 法國 印度 印尼 大陸 之外 去拍《戰記》 然後 我覺得每一次 得到的東西 其實都很 depends on影展的 nature 因為 譬如說 去 去印尼 其實主要是看他的社群體的項目 就是他 他除了播他的片 之外 就是看他怎樣去搞 一些影展 怎樣用他的電影 去活動 那裡的社群體 因為那裡 對於電影的 形式 或者他發展的東西 都是比較undeveloped的 那 譬如說去北京 看看怎樣用underground的形式 去做影展 就是我記得我們 因為那時候經常被人禁止 那現在還沒得搞 但是 譬如我們會在 每個人拿著電腦 然後上一輛火車 那裡 一起去play一部電影 這樣去進行一個screening 那 那個主要是看這些東西 那 變成如果去 去sundance 那樣 sundance就主要是一個 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 去看他怎樣去 去curate一個這麼大的東西 然後 還有去做些networking的東西 還有去跟不同的行業的人 去開會 這樣 那如果是claremont這一次 最主要 其實我覺得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fee market 是不是叫fee market 還是fair 因為他其實就主要是有很多buff 是的 那他就有很多buff在那裡 那變成你就可以是很濃縮地去走一個圈 你會大概得到每個國家 其實他其實是做些什麼呢 他用他的發展自己的核心是什麼呢 有些你會看到是比較是 藝術一些的 有些是比較是做animation多的 有些是比較支持 紀錄片的 有些其實他有某些focus的 那你就會 也會知道有些什麼對口的單位 你是其實可以 你之後做創作也好 怎樣也好 你可以跟那些人合作找資源的 那譬如說 今次除了播自己的影片之外 我都會去跟這些人去認識 還有也有電影公司 那邊發覺有一個是有同學開會 就是聊一下一些我的發行 或者了解一下我之後的項目 都會有這些機會的 嗯 我想問一問 夏雨天去了多少個影展 那至今 夏雨天應該十幾個 大概 就是遠遠近近加起來 就大概這樣 嗯 但是Clamon你就有去的嘛 你也有跟那部影片去的嘛 是嗎 是是 我也有去Clamon 嗯 我想了解一下 因為夏雨天其實就 怎樣說呢 你的treatment是很 就是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就是裡面發生的事情 就是 你自己的acting 當然有了 但是很remote 就是因為基本上是一個單鏡頭 那變成了 就是 就是 主要的內容 或者是 主題 都是透過那些演員的一些對白 那變成了我不知道呢 因為有些 就是裡面 有很多在說的東西 可能就是 就是 如果那些觀眾去關心香港 或者他是很熟悉香港 可能他會 就是捉到一些東西 但是如果 就是我不知道 譬如你Clamon 那些觀眾 對於這套片的反應 會是怎樣 他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呢 啊 透過 只是透過這套片的對白 嗯 嗯 嗯 夏雨天就是 《思浪潮》 就是《思浪潮》的作品 那然後 嗯 他是介乎於 他是一個劇情短片 也是一個實驗片來的 那 嗯 嗯 我選用那個方法 其實跟我思考那個題目的 嗯 那個方式 也是 就是我希望是用一個 沒有剪接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剪接 某程度上 是在這裡解釋一些東西啦 就是有個因果 一個鏡頭一個鏡頭 你好像是在說這些 你可以理解成一個montage 一個 一個這樣的調度 但是也都可以理解成一種 你是好像嘗試解釋一些東西 那 變成我對於 嗯 大學生自殺 或者是一個社會發生的一些事 嗯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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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possible 一個 tho 現在這個 呃 所以我認識的選舉是這樣的,跟我認識和樂一起去想去產生 你說不同文化背景看一個問題,我在法國之前去印尼也有播下雨天 我感覺到他們沒有受到文化的差別,或者社會事件的認識度影響到他們看 他們好像很明明進去 當然有一些細節的東西,例如如果螢幕夠大,就會看到裡面的空間的設計 那些地方可能他們未必明白,你一個黃絲帶究竟是什麼意思 那些他們未必明白,但我中間其實有一些大方向上 就是那個社會事件背後,然後他們之間每個人代表那件事情 其實他們都是認識到的,而且他們都會很關心這個事情 就是比較關心這個議題 嗯去說明講,關心香港 我相信,尤其是在今年年初去其他地方 其實因為去年香港發生太多的事情 其實有些可能以前完全不知道香港是什麼地方的人 他們都開始認識了地方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今年你們去不同的地方 會不會有人,除了關心你們的作品之外 有沒有人會問一些關於香港的事情呢? 直接是,有沒有問到,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就比較是,可以分享我一月有去Sundance在美國那裡 那他那個影仙的特色就是,真的是聯合國那樣的 他每次都差不多是齊全世界的國家都會有代表他的一個這樣的成會 他其中有一個是叫director's party之類的 他是所有的不同國家的導演都會去那裡 去做一個每個人幾分鐘的一個介紹自己 還有講一講條片的一個Networking的事情 那你會見到其實每個導演他帶來的,其實是魔魂的一個作品 其實他帶來的是一個自己的地方 你想別人怎樣去知道發生什麼事呢? 那你會見到有些人他會是告訴你 究竟他的社會一個很urgent的議題 有些就會是比較是,像你看到他的性格 那變了,但是無論是哪種方式都好 你在這些場合或者是在街上 其實,或者我那裡有些電台節目有訪問之類的 其實你怎樣都會是大家最關心的 其實都不會是我的作品 一定是香港的 那我也都覺得是好事來的 因為某程度上,我都覺得是你脫離不了 就是你電影是脫離不了社會,脫離不了文化 那在這個情況下,他這樣去問 那我也會很努力地去告訴他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甚至乎我都會再,會令到我再想多些 就是其實,怎樣去處理這些社會議題 譬如下雨天,其實他也是提出社會事件 變成我在想,選彩究竟用一個怎樣的距離 怎樣的角度去說 那我也會用了很長時間去想才能做到 那我也會一直透過這些經驗去思考這些問題 嗯,沒錯 其他導演呢? 有沒有朋友問你們香港,關於香港的事情? 小玲有沒有? 不少不少也會有 始終電影節有機會 可以讓我們和一些不熟悉的 可能發掛人或者愛國的人 給此認識我們生活的空間 還有從電影可以看到大家的想像力 不過我覺得Eric的影片會特別容易 反而就是可能影后之後 我們有個機會讓大家在影后壇 知道原來大家能確認這些事情 反而促進了我們有一個機會去談 嗯,你們都一起都是同一個視頻的? 你們的影片 我們會互相,就是有兩次的視頻 在Claremont那裡 就是香港那裡的市場視頻 我們會互相,大家都會看大家的作品 所以我剛才說,我已經看了兩次了 但得意在就是,觀眾都很願意留下 去有個機會跟大家聊天 嗯,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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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們是同一個program 就是一年兩晚去做的,那個screening 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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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們就是暗預定 未來的世界其實是什麼 Dominggan的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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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還有法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本身,我們二月去的時候 已經選擇大罷工 是的,是的 飛機有時候機場都有罷工 然後我們去到機場沒有人的 原來在罷工 但到時候突然間有些職員走出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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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每一次check in到上天前半小時 就要啊,沒有人,他們沒有地勤 即他們都很熟悉抗議這件事 他們都不斷在爭取著 事實是,我發覺就 是數一數二的啦 他們罷工就真的 所以很難得的 你去到體驗這件事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可以這麼說的 那麼李衛成呢 李衛成有沒有一些經驗 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他們是關心你的作品之餘 還關心香港的,有沒有 我的作品其實比較主要 會去到台灣 嗯 嗯,台灣 所以台灣 跟香港 大家都會互相關心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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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去年 都做了一條紀錄片 嗯 有少少都是關於一些街頭上面的東西 嗯 嗯 嗯 後來這條片 就入圍了啦 接下來就要screening 都因為疫情的關係 影展就改了做online的 嗯 嗯 嗯 但是鑑於香港的局勢 真的變化萬千這樣 嗯 變成我那個紀錄片 在去年做的時候 都是一直 在那裡 就是 就是跟那個受訪對象 那個關係都在變化中 嗯 所以 呃 就 就是 現在 我都 覺得好像有少少 是不是自我審查的東西呢 就是本身我拍的時候明明 好像不需要考慮一些東西的 譬如 那些受訪者說了一些話 但是我這一刻 然後我就會想 我是不是要 那個sense 多些呢 arealist 多些呢 就是會不會覺得這些東西是有些影響 可能會這樣 還有現在因為那個形式上 可能很多影展都是 改了做online 嗯 那反而 好像傳播力 是會有機會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啊 就是更加不知道那些什麼人 會可能有機會看到 嗯 它有好處就是 好像 好像 好像更加多觀眾群 但是 又 令到 有很多事情 又更加 不可預測 嗯 嗯 嗯 我不否認有這些這樣的 就是awareness 和可能性 不過我想 就是 不是主要的考慮 希望 不是大家 主要的考慮 那 你也去過北京的 是不是 北京的影展 有沒有去過 你有去過 北京 北京 北京的影展 有沒有去過 嗯 比較特別一點 我去過那個不是一個很純粹的 嗯 電影的 它是一個 連著劇場的一個藝術節來的 啊 是啊 是啊 那它比較像是會中間 它不僅有screening 它會有很多workshop 也很鼓勵你劇場的人 還有拍紀錄片的人 嗯 就是打通兩個圈子 嗯 就是打通兩個圈子 嗯 明白 這樣 或者一些 ticket 那些 那其實 嗯 不知道大家 就是 都起碼去過一次 或者以上 這樣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者覺得是 不是很足夠的呢 或者是NAE 是 其實還可以做多一些事情 啊 或者你們覺得是 其實是 是啊 有沒有什麼是缺乏了 就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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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更加幫到大家 去 就是 達成這個 這個 這個計劃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功效 這樣 有沒有呢 有沒有這些事情呢 或者就是有機票 有 酒店 住宿已經是很足夠 嗯 現在來說 基本上就是這樣 當然在那個影展的選擇 就是都要經過那個 那個 去選擇 因為實際上是太多影展 有時候我們會考慮 就是會考慮 都會考慮到那個影展的知名度啊 或者是 就是本身的影展那個 那個性質啦 就是 大家說就是 很多種有些很pop的影展 有些很 可能是 比較 就是 著重一些 是獨立性的 或者之類的 是很多主題 或者很多他們本身 那個策劃上的 一些 一些原則 真的 但是 就是 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 大家是透過這個 一個旅程這樣去 尋到最好的效果了 當然這件事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要去到展示 但如果在分析方面 有些事情是可以事實做到的 或者你去了這次拍展 你會發覺如果有些什麼就好 或者最少就沒有些什麼 你有沒有欠缺了些什麼呢? 你覺得有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因為我是第一次去 反而我會覺得透過這次體驗 如果未來有機會參加一個影展 我反而是思考我能夠有一個電影市場的時候 作為一個導演或者製作人 我是怎樣用什麼渠道或者有什麼準備 去幫助我去認識多一些不同的導演或者發行人 這次我也很欣賞一些我們本地創作的導演 一過來我收到幾張卡片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卡片 可能是他下一套作品 或者是一些小禮物 或者是我見到別人的卡片 他們可能是很著重動畫面 在國家的影展 他簡直是有一些小型的模型 展現出來 是會很吸引我們眼球去留意 去打開話題 這件事我覺得 在這個觀察中 會覺得原來我作為一個參加者 除了去一個旅行去玩之外 原來我都可以做多一些這些事情 去跟別人分享 對的 我相信這個也是必要的 因為最得限度是卡片 都應該要有些話 連卡片都沒有的 有時候真的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方 別人想跟你溝通都難 有些往後的一些聯繫 這些是必須的 我相信大部分你們應該都會有這樣的預選 因為很多都不是第一次出去 大家可能都有些準備的功夫 實際上當然我們很難說 要求你去一個影展 就可能會得到一個很好的收穫 或者之類的 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這次 多了五個導演 有沒有哪位是 有一些所謂的收穫的呢 在這次的作品來說 或者這次去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 你剛才說的那個 有些什麼可以再做多一些 那個項目呢 我覺得 我覺得對導演來說 都算是這樣的 例如你出去跟拍展說 有個這樣的資金 基本上是沒有條件 給你去的 但是反過來 我就在想這個機會 如果不只是導演 或者是監製 有就好了 就是說有時候 如果你這個經驗的話 可能是很多導演 主要是 或者是監製 他可以去 但是你回到來 其實在一個電影 那個特別獨立電影這方面 其實還有影評啊 或者是拆展啊 或者是做不同的電影崗位的人 就是如果這些人 都可以得到支持去拍展的 就是他未必有作品 因為你很難衡量 就是 作品永遠就是 好像是導演的 但是 你能夠誕生這個作品 你都要很多人 還有你做出來 你其實都需要有人提 也需要有人去評論 那變相 如果這個program 就是如果再進一步 我覺得 反過來是 可以支持到一些 這些人 都有機會去多些影展去看 那反過來 你作為香港 回來之後 你跟他們合作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是 多些事情可以談 還有大家可以是 多些事情可以交流到 我們不如我們能夠自己都做些事情 或者是 的話題會多了 嗯 明白 這個建議好 還有我相信這個建議 其實就 不是那麼難的一件事 都是budget的問題 其實都是 主要是那個 資源是足夠的 其實是 當然現在都是資源的限制 所以可能每一次 都是得一個quota 兩個quota 一個作品 但是我覺得是 是 建議是好的 因為其實是說 一部電影 其實是一個teamwork來的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崗位 那另外就是 要推動整件事 這個經驗 當然導演是可能最重要的一個 監製是很重要的 但是 除此之外 其實是不同的專業 其實他們都是 值得去外國去觀摩 去透過影展 去學了一些 或者得了一些 其實是值得去做 這個 我覺得是可以想 我們可以爭取 這個 絕對是可以爭取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建議 例如大家 其他的導演 這次實際 有沒有什麼 沒有說 生意或者合作 那些 難說 但是 有沒有認識到朋友 認識到一些 對話的外國的 外國的 影迷 或者知道你有沒有 這樣的經驗 雖然還是只有幾天之間的事 我想 認識到 即是 去到說 投資方面 都太遠 因為始終 都 這個 始終 都是一個 不是 類型 溝通到的 語言的國家 當然 當然 不排除未來有這些因素出現 嗯 我想 就是 我最重要的得著就是 見到我們這班香港的導演 原來 大家都在努力做一些事情 特別是 做動畫的那一班 是 很刺激 原來 嘩 去到 即是 自己自發 兩三個人的一間公司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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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無緣無故 走去 有機會見到這班人的作品 那就是 因為大家一起去了 然後我終於 看到原來 你們是存在的 你們不是在我幻想裡面 哈哈哈哈 沒錯 是啊 香港雖然很小 但是其實 即是 可能大家 即是 很少機會去 去認識或者接觸 即不是一個 當作的界別來說 都是 好的 有沒有其他的得著呢 有沒有認識那些好朋友啊 沒有 哈哈哈哈 我覺得 有時候那個 譬如在那個 品牌那裏 那裏 變成這次也有遇到一些 可能之前 在其他影展去認識到的 一些人 朋友 變成了可能在那些 有時候之前的場合 未必有機會去 去 談得久一點啊 或者是 再發展到 那個機會 即是在那裏 再遇到 可能就能讓到 多些機會去談 有一個 我做了一個訪問 都是 因為這個 大家都 剛好遇到 就可以 不如做多些事情 談久一點 或者是 之前可能在 另一個影展那裏 播過我的作品 可能那裏 那裏有另一個 芬蘭的 那裏的 那裏的策子人 是對那時候看了的 但是那時候那個 Q&A或者他的行程 不能夠給很多 他的想法 他的意見 如果在這些場合 又撞回 那就可以是 又多了 還有我覺得 保持著 你那個 就是我覺得影展不能取代 那個最重要的元素 都是你的在場感 就是你 譬如今年 沒有得去 很多影展沒有得去 那我都會 網上去試很多 或者有些網上的 或者有些網上的 或者Q&A 但是始終都是沒有一種 就是面對面的一種交流 那很多時候 允許到 譬如不單止 Claim on 就是 每一次最難得都是 去保持著 和一些新的人 和你本身認識的人 去一直保持著 知道 大家都還在做這些事情 你最近在做什麼 然後 有些什麼在做 那有時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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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關係 可以保持到的 是的 這個其實是 就是 他鄉如故之 我們經常說 就是有時候 在不同的地方 去 去 見回一些 可能只是圓坑一面 就是見過很短時間的人 那個感情 就是 你再見面那個感情 是特別 深厚一點的 就是感覺是不同的 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其實是 還有最難得就是 大家都有一些 共同的 就是 興趣的目標 大家都喜歡電影 或者之類的 就是變成 那個感覺是 更加強烈的 那其實 影展 是的 我想大家珍惜那件事 都是這個地方 一定是 那其實 大家都 一定會繼續創作 我覺得一定是 是吧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有沒有些什麼 我不知道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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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當然 李偉誠 說了一些 就是 我不知道有些 算不算是隱憂 之類的 但是就是 就是 Anyway 我覺得就是 大家 既然都 就是 踩了腳下去 其實就是 就是 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堅持下去 去繼續 就是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 就是 今天 五位 我覺得 挺有趣的 就是 很不同風格的作品 很不同的取向 表現手法 也都很好 就是 很有個性 那其實 就是 已經是看得到 我們其實香港自己都有 就是 很多 很多很不同類型的作品 那其實是 很難得的 那當然 給我們香港的觀眾看 之外 就是如果能夠 給更多其他不同地方的人 認識香港 認識做作品 我覺得是 十分重要的 雖然你說現在的平台 是多了 渠道是多了 你上網可能已經可以接觸到很多東西 但是始終 就是 影展 是一個 很難得的經驗 當然 就是那種面對面的接觸 跟觀眾面對面的溝通 是很重要的 那 就是希望 就是繼續下去 就是 大家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想說 關於這次 就是 NAE的經驗 有沒有一些特別想提出來的 個個都這麼沉默 看不到面了 因為沒有現場 是啊 OK啊 這個方法 不是啊 這個是 說真的 我們暫時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可以再參加影展 不過 你先拍好影片 都是那句 作品是不可以停的 就是 有念頭就要做 拍得來就差不多了 可能 接著就可以去到影展 現在去不到 那 如果其實我們今天的時間上其實差不多了 其實都 那 就是 最後召集有沒有 還有 有沒有什麼特別 我見到 那裡好像有觀眾問問題 是嗎 我錯過了這件事 我看不到 有什麼問題 看到的可以看出來 他說 有位觀眾問 可不可以說多一點點 你們會 怎樣準備自己 給這些海外影展 或者怎樣去主動找一些投資者 或者合作機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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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小玲也提到 那些 Erik 有什麼你想說 有什麼可以說 可以 我 通常最 第一件事 就一定要是 你的作品的postcard 就是這個 最容易去 打開 打開一個話題 還有就是 他會留下一個印象的一件事 那 跟著那些 其實都要看你那個 影展的nature 有些影展呢 比如我去sundance 那樣 其實那些人會 真的會不斷約你去見面的 就是去認識一下 或者他真的有些事情想找你做 那 但是有些影展呢 你就要主動一點的 就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 他們叫 一些key person decision maker 或者一些會參展的單位 那他就會share大家的contact 那你就要主動去找一些 你想和他見面 你想認識他的人 嗯 或者有些就是 是 rely on你 就是on location 的時候 在那些活動的前後 或者在那些market那裡 你自己去去認識 那我覺得最準備 其實就是 我想大概會知道 就是research一下 那個影展本身是 什麼事 如果那個影展你想看的東西 是他那裡的 根本就沒有的 那你就其實 是沒有什麼意思了 但是如果你能夠知道自己 清楚這個影展 他的history的重心 他會做的事情 而你找到一個 你想自己 知道更多的方向 那 就自然會 我想 會找到那個 相應你要做的事情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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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記得 有個 sun dance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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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他有句說話 挺好的 他說 其實他這麼多年的經驗 他總結了 就是你參加影展 最重要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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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補充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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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我也覺得很困難 就是 以我的 認識 來講 那 反而你去外國 就是 你告訴別人 你去了外國 然後你的得罪 是什麼 你拿回那個經驗 和別人分享 其實都是 朋友帶朋友帶朋友 其實那些聯繫 都是這樣來的 嗯 最重要是你去觀察 譬如小玲講的 去觀察到 原來別人會做一些模型 在那裏擺在補充 就是他的公園那裏 那裏 其實我們都沒有做 我們沒有一個人做這些 我們去到最盡 都是擺一張漂亮的 poster 給一張postcard 那原來可以 玩到這麼大的 那我們就觀察完 我們就學了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也是第一次在那裏 看到這個 有些網路平台 其實它是報影展用的 那叫什麼呢 FastFastFactory 還是 有幾個網上的 報影子的平台 突然說不出名 不好意思 那我也是 去到這個CAMON的影子 才懂得 原來可以這樣做的 是的 那原來是 你去上網看 然後去看回 每個月 起碼都有二十幾個影箭 是在撕掉的 那你去看一看 那個影箭是否適合你 然後你就 去給錢 給一個報名費 去敲別人的門 那你就可以去到更多的影展 然後你可能 吸取更多的經驗 拿到更多的一些獎項 或者認同 那你回來 那你就明白 怎樣可以去 去跟別人推銷你的作品 我的經驗是這樣 看看問題先 是否所有人都消失了 有兩個人消失了 奇怪 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 可能流量多些 遇到一些 觀眾和業界人士 一些比較深刻的交流 嗯 我那兩次的screening 都是遇到一些讀電影的學生 然後有一個是法國的indie導演 他說他自己也拍短片 那他們會關心 就是 啊 預算上面的東西 多些的 就是說 啊你花多少錢啊 那 然後 都是交流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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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情況原來很一樣的 就是 你會看 外國的電影 即是 一些feature的長度 他們的 所謂的小筆席 都是千幾二千萬 其實對我們來說 香港已經是一個大片來的 那 但是原來 他們 未發為的那幫indie的人 其實 都是面對著一樣的事情 那我會覺得 是 原來 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容易 即是在外國 不是說外面的市場 市場的公司大一點 就是容易一點的 其實大家一樣 那 特別是 就是剛才都說過 是 這個 即是現在的渠道多 譬如Netflix多 譬如Amazon 那 他們那個 那個 就是 都是容易去 去 用二個以前去發佈 發佈 一些作品 譬如 去年都有 剪過兩套 劇集 是可以上到Netflix 的 那 那個製作都不是說 就是 這個 非常之 多budget的東西 那 我記得 《向西文記》都是說 不夠十萬的 就拍一集 這樣 拍了12集 然後 可以在Netflix 和 國際的觀眾 見面 那 所以 現在是 我覺得是容易的 如果你有想法的話 但是 都是 重點是你 才有想法 我 因為我沒有去 Clairemont 其實真的 有點可惜 因為 其實這個影展的歷史 其實 挺悠久的 然後 其實 我再上一段影片 都是去Clairemont 我都是去不到的 但是 所以我一直沒有機會去 但是 這次 最有趣的就是 他們 通過NAE 就 應該有一個人 很喜歡我的短片 然後 發了一個很長的電郵 哇 然後 他說完一大輪 就是他自己覺得這部電影是說什麼 當然 有很多是 有些過度詮釋的東西 那 然後 最慘就是 因為我真的沒有見過他 我只能夠 跟他說多謝他 那就完了 那 所以 我就是 這些 譬如現在轉了很多 網絡影展 我覺得就是會有一個 遺憾 就是始終 這些影展是可以拉近 人和人的距離 嗯 還有譬如我去了韓國那個 庫川奇幻影展 呢 我都懂得一些做 後期 啊 做或者做Animation 都幾 幾 幾結出的人 當然我自己就不是 很懂 Animation 的東西 那我看也覺得很厲害 那 還有我以前就只是 拍到都是 就是 一拍小型劇本 就想 這裏是不是要找哪個演員做呢 這樣的想法 但是 我認識這些人之後 我就覺得 開了一些渠道去想 用其他的方法去 表達自己 視覺上想說的話 這個是 可能之前 就是沒有這樣的交流 就是做不到的 但是 這個交流 都是需要接觸的 如果見不到的人 基本上都是 就是 播完大家拍手 就覺得難搞一點 是的 嗯 嗯 不好意思 剛才斷了線 哈哈 哈哈 OK 那還有沒有 有什麼 可以想說 如果 我有一點點想說 如果 剛剛有人進來 有個問題 因為 其實呢 我去交流的時候 我都認識了 Sun Dance 一個 就是 programmer 他負責選片 嗯 嗯 他說了一件事 挺有趣的 就是 他說其實你拍一條短片 短片 有一件事 挺重要的 就是它是短 嗯 就是 譬如 我覺得 很多 沒真的拍過很多短片的人 經常都想 那我拍短片 每次都要拍到 那個影展可以那麼長 我就拍那麼長 就是 講到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 很多時候 less is more 這件事 挺 很重要 一套短片 很不好的 就是它 給我的 概念 是很 很抽象 但是其實我覺得很對 他說短片就是 你要拍的長度 就是 你需要說的東西的長度 嗯 你其實拍得多就不是好 很多時候是會累了你 因為那些計劃要看的實在是太多了 嗯 它是不可能如果你在場面累穿 他根本是完全考慮不到你 這樣 嗯 所以就是如果 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是 一些 就是經驗味真的很多 或者就是現在 在聽的人 就是 不用想那麼長 盡量精益求精 剪短一點 或者就算你 你寫完劇本 拍完出來 你大刀斧斧剪短 它的效果是永遠都是好一點的 因為很多時候 就是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尤其這個時代 作者論那樣東西 不是經常都可以 拉到去電影裡的 嗯 有時候 有時候你以為很好的東西 其實你給別人看 大刀斧斧斬走了 可能是真的好很多的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 如果你前期已經這樣想的話 那麼你的短片 製作的負擔也都會低一點 日數也都少一點 那麼你日數越少 或者你的長度越少 你就一定是有 就算有同樣的日數 你也有更多時間去做得更加好的 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去過這麼多影展之後 我覺得那個想法就是 OK了 其實就是想清楚你想說什麼 就用最短或者 或者 不是用最短 或者用最合乎 最適合 對 最適合 經濟效益的方法去做到那個效果 嗯 有時候就是 譬如 我越人越大越拍越多 就是知道 你要有這樣 你才可以有機會去有 下一步有更多機會去創作 因為你展示給別人看 原來 你有這麼多限制之下 你都可以做得好 instead of 你 永遠都是很累贅 這樣就 反而會有反效 這個是我最大的 看了那麼多短片的 所謂的少少經驗的分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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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其他的分享 或者 嗯 嗯 有沒有問題 先 看看 沒有問題 其实因为有些人真的觉得短片就是长片的一个阶段 我应该是拍完短片然后就越拍越长 结果就去到长片了 真的会有人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不会理他自己的题材是什么 他总之现在因为我只有拍短片的机会 所以我也是把一个长片的题材放进去短片里 或者一个很长的剧本硬硬塞进去 诸如此类 那这个想法是真的有问题的 去掌握一部片的长度 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预算是一个小时左右 我想时间上差不多了 那这次也很高兴 认识到大家可以谈一下 因为我通常就比较少说短片方面的东西 说得多一点 不过有些东西其实都是相类似的 有一些经验 尤其是去拍展的经验 那我也是那一句 希望大家继续创作 都是那一句 继续创作 继续坚持自己的想法 还有就是 把握一些 任何的机会 希望迟些又可以 NAE可以搞多些东西 看看预算能不能多一些 多一些人一起去 或者之类的 我觉得也是值得去做的 这一件事 OK 那我想差不多了 今天就 应该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可能 迟些再谈 OK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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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